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真是太美好了 我想冥冥之中注定了我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 结果没过几个月 我妈妈和一位玉石店的老板娘聊起来 老板娘洪霞师兄就向我妈妈介绍了心灵法门 也分享了师父看图腾的视频给妈妈 妈妈当时就觉得心灵法门很神奇 又是正规的经文念了肯定没有坏处 就决定试试 还让我也试试念 因为我工作压力大 听说读读经文可以调节身心 就愿意学习一下 只有我爸爸当时不信也不学 还排斥不让妈妈设佛台 不过爸爸是个善良又乐于助人的人 相信他的佛缘总会到的 妈妈念经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脾气变好了 以前喂一点点小事就会跟爸爸吵架 爸爸回老家买东西买多了都可以吵一架 自从念经后 他再也没有跟爸爸计较这些小事了 而且妈妈以前是个无肉不欢的人 念经后却不太爱吃肉了 他说读经文多了 慢慢就不想吃了 现在几乎天天吃素了 这些变化爸爸看在眼里 加上妈妈平时积极放声 还和师兄们一起帮助佛友们设佛台 爸爸看到心灵法门的师兄们 每一个也都是那么善良 去设佛台在人家家里也不吃饭 不占一点小便宜 又乐于助人 渐渐的爸爸就对心灵法门不排斥了 冬天 大冷天 早上四点 妈妈和佛友去放声 或者去外地设佛台 爸爸也会开车送他们过去 后来有一天 妈妈在一个古董店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佛台 爸爸居然主动说 你不是想设佛台很久了吗 不然就买了吧 妈妈激动不已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是在2016年的5月 我们家终于设了佛台 感恩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灵验的事件是 小房子治好了我的皮肤湿疹 在2018年5月10号的时候 我突然皮肤长出很多像湿疹一样的小红点 第二天就长满了全身 又疼又痒 痒得钻心 因为那个湿疹它是 不可以抓 越抓它就越扩散 然后痒得钻心 让我整晚上睡不着觉 两天我看过三个诊所也打了针 丝毫不见好转 其中一个医生还说会留疤痕 简直是吓死我了 当时还担心怕病态严重 去不了5月的新加坡法会 然后下面有一张是当时5月 5月12号早上的一个照片 就是皮肤当时有一点严重 这个是当时我全身都是这样 因为上身就是拍照 在这里放出来不太好看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 手上可腿上 然后当时去成都胜医院 然后等的时候也是非常焦心的 那个时候已经两三天晚上 都睡不着觉了 然后我当时在医院做了各种的化验 可是又查不出任何的原因 我去当时成都生早上那个急诊部门 他们查不出原因 就介绍我去国家皮肤中心 National Skin Center 我当时心里特别的害怕 因为眼看就扩散到脸上了 我怕自己会毁容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National Skin Center会联系我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会隔很久 当时我已经几乎连着 两三天痛苦的晚上睡不着觉了 心情也非常的烦躁不安 妈妈就说不然烧小房子试试 我当时的小房子 自存小房子特别的少 就五张 无奈之下 我只能试试 烧完小房 烧完五张小房子之后呢 马上身上就特别的轻松 然后晚上也能睡得好觉了 然后非常神奇的就是第二天起来 然后这是那个五月十三号 因为五月十二号我去玩 那个急诊下午 当时看还来得及 大概三四点的时候烧了小房子 然后第二天一起来就特别的神奇 然后那个红枕几乎都消了 我自己都震惊了 然后爸爸妈妈也是觉得非常的神奇 然后第三个灵验事件是 心灵法门也保佑了爸爸疾病康复 在2017年11月 我爸爸未进查出来 胃体和胃体有大大小小的好多个膝肉 医生建议来年冬天做微创手术 在2018年5月的时候 我皮肤病刚刚好不久 爸爸妈妈就和我一起参加了 新加坡的法会 当时场面太壮观了 爸爸也深受法会影响 不再排斥心灵法门了 法会过后 妈妈也开始为我爸爸念小房子 一共大概念了21张 2018年年底 爸爸妈妈按照计划 打算在冬天的时候去做手术 切掉爸爸胃上的膝肉 去做手术前 我爸还主动拉着妈妈要求去放生 放生完就直接去医院做手术了 我爸爸刚上手术台不久 医生就叫我妈妈进去 开始妈妈还特别忐忑 怕有什么事 然后医生就问 不是来做吸肉手术的吗 胃上没有吸肉啊 胃镜里一个吸肉也找不到了 只剩下一点点胃溃疡 这个是18年11月23日的一个胃镜报告 然后当时就是胃底就非常的光滑 然后没有找到吸肉了 然后医生也是特别的惊讶 还说挺奇怪的 一般吸肉都是越长越多 这咋没有了 还问我爸爸有没有吃什么药 我爸爸什么都没有吃 其实就是没有吃任何的药 我想可能就是我爸爸平时 有做一些功德 平时送师兄们去放生 去帮助设佛台 就是送我妈妈跟其他的师兄 去设佛台 然后又参加了法会 再加上妈妈念的小房子 观世音菩萨保佑 爸爸胃上的吸肉 奇迹般的消失了 然后爸爸当时就被推出了手术室 在病床休息的时候 就跟隔壁病床上的病友聊天 看到隔壁病床痛苦的病人 然后还知道就是劝人家 不要再继续吃活的东西了 聊天得知那个人爱钓鱼 也是赶紧劝导说钓鱼是有业障的 当初今年初 爸爸和妈妈一起来新加坡跟我过年 终于过完年 我爸也开始在家慢慢学念大悲咒 心经和礼佛大忏悔文了 这期间妈妈还针对他的胃溃疡 给他烧了21张的小房子 然后今年三月回国的时候 在复查的时候 连胃溃疡也好了 这个是19年三月的一个化验报告 然后就是 我爸爸现在就特别精进 在家念经 大悲咒和心经都会背了 然后还跟妈妈要了计数器 这次法会 我妈妈过来和我说 我爸现在一天能念两张小房子了 现在一家三口 一起学佛 真是法喜充满 感恩大家 我的分享结束了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护法神慈悲原谅 感恩师兄们 谢谢大家